而加拿大秘辛沙家志工 收邀参加中华文化节活动 也展示环保服装 志工同时把回收物品再创作 这个台灯不要丢掉 捡回来用的挂在这里 这个是马达 也是玩具里面捡出来的 这个家里不要的衣架子 都是不要的东西 组合起来竟是环保电动转轮 坐地球会转轮 把垃圾当作宝 志工的巧思 巧手 还有这宝丽龙做成的莲花 而莲心事 好像是塑胶带 哇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为环保献出第一次走秀 走台步 轻松中看得出紧张 更看得出诚意 羊龙龙穿的是环保休闲衫 就有如九十高龄的羊伯伯 羊婆婆 勇敢走上舞台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然后在製造和用的材料 我们可以让世界更好 不仅是我们和我们的家 但对全家居民 我认为这些厅所证为 喜乐沙嘉中华文化节 此次志工以环保行动立提 主办单位特别颁发感谢状 白熊知申美志工 中碧超加拿大报道